这可能是市场上最小的Action Camera 有多小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GoPro 这个是iPhone Insta360 GO3真的非常小 就是说你装上Action Port 它还是非常的小 如果要讲Insta360 GO3最大的卖点 那就是因为它整体非常的小 所以你要怎样塞怎样放都可以 Insta360本身内置就有10个拍摄模式 是供我们选择的 你不只是可以拿它来拍视频 还可以拍照 Time-lapse,Time-swift,Star-lapse,Slow-motion等等 相等于你带着那么一个它 你就可以打天下了 Insta360 GO3的Camera Module 可以和Action Port分离 然后再用Action Port看Preview 那可能你们会好奇 就是它跟它的那个Action Port分开了过后 它的Connection的距离还可以维持多远 我们现在直接来试试看一下 就算两个分开来的话 你也是可以从Camera Module那边按ROW 也可以从Action Port那边按ROW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单单Insta360 GO3 Camera Module的Battery 可以维持45分钟 那么再加上Action Port的话 是可以维持到170分钟 那如果你拍到不够电的话 你再把它放回去你的Action Port就可以充电啦 这里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 它是没有的换电池或者是换SD卡的 那如果你要充电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Type-C的Cable直接charge 那关于内存方面呢 这个相机本身它就有三个配置 有32GB,64GB,还有128GB 这里我会建议大家直接买128GB 因为毕竟没有得换SD卡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拿大一点的内存 这样你就不用怕拍的时候不够位置啦 Insta360 GO3本身是可以给你调Stabilizer的 那它是有几个level给你调 越高的level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画面Delay就会更加的够力 Insta360 GO3的一些附带配件 包括这个磁铁项链 只要挂在身上 系上去就可以这样子走着拍了 而且只要你是铁它就能吸 到处都可以哦 另外一个是这个帽子的夹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 因为它靠近眼睛 所以拍出来的画面会更有第一视觉的那种感觉 Insta360 GO3本身就有Waterproof的功能 那今天在海边了 如果我不下海Test的话 是不是很没有诚意咧 我现在就把诚意做给你们看 那官方网上说它最低是可以去到渔米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尝试尝试看 而且这个Insta360 GO3 还有这一个 Flip Screen 就很适合做Vlogging 而且你只是这样子吧 放在上面 就可以开始Vlog了 而且你看它整个本身也是很轻盈 所以你拿这个时候 不有太大的重量 所以Vlogging久了 也不会觉得手会容易酸 我现在人在Galaxy 然后这个Insta360 GO3 本身有两个Build-in的麦 然后我现在的声音是 从这个Insta360 GO3录的 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声音如何 我们觉得这个Insta360 GO3是还不错的 因为就算它的画质不是最好 但绝对也不算是差的 而且它每一个Mod都有不同的Settings给你选择 我们觉得它在Low Light的情况下 画质就有待进步 在Insta360 GO3 你可以更改它的Shutter Speed Brightness等Setting 那总体来说它作为一个Action Camera 我是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我比较习惯是GoPro拍了是可以直接看 但是这个Insta360 GO3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每一个Footage 都可以从这个CAMERO里面看 有些是需要从那个电话里面的Apps来看 比如好像Time Thrift Star Labs 之类这样子的Video 可是它好就好在它电话的这个Apps 或者这个Desktop的Insta360 Studio 我觉得是比较完善的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Apps来做剪辑 那如果你问我Insta360 GO3 能不能取代我们平时所用的相机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讨论 那你觉得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分享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